参加亚运的全级队采精兵主义 只有三位选手 最有希望得分的清顶级代表王继莹 目前正在日本接受训练 在台北练习的只有两位选手 教练陈江福 亲自上台指导 左右直拳和上级拳的打发 现在练习离球的是清顶级的陈维仁 这种练习可以训练眼睛的运用 反应的快速和手的高度 然后是闪躲还击 脚步进退低头出拳 另外跳绳的训练也是拳击的重要基本动作 这位是维甲级的选手郭之来 他依次要连续练习打沙带三分钟 不停地触拳 以增进打出的速度和重量 郭之来的身材比较矮 是属于快速和进站型的拳手 教练特别叫他贴身打进 左右连续上级拳 进攻对方腹部的要害 个人训练之后就是对打 这是增加比赛经验的练习 要排除对手的障碍 找机会击中对方的面门 其他闪躲跳跃近战长级 都可以在比赛中增加胆势和临机应变的本领 教练陈江夫说 因为体型的关系 在亚洲轻量级的选手比较厉害 日本韩国泰国都可能是我们的劲敌 这个选手比较厉害